各位同學 大概知道了一下生活中該如何去時時刻刻培養創意之後呢 那我們現在就來聊聊何謂創意以及何謂創新 創意的定義就是 過去不曾有一個全新的一個發想的點子 而這個發想點子是來自於一個天馬行空 沒有任何侷限的 甚至可以說是昙花一現的 這樣子的創意呈現出來比較有所謂的未來感跟前戰性 那在這樣子創意的一個開始呢 通常會比較讓人家不太認為說 嗯好像不太有可行性喔 好像覺得這樣好像有問題喔 但是沒有關係 創意的一開始的過程就是要讓人家覺得說 你這個創意是很瘋狂的 然後很獨一無二的 是從來沒有看過的 那好像又可以解決什麼事情 但是又好像沒不太可以去執行它 所以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後面來介紹一下 什麼樣才叫做創意的一些案例喔 那請各位同學看看喔 好 各位同學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案例喔 我們來談談這個案例是如何去詮釋所謂的創意的過程喔 這個作品名稱是一個CLEAR的筆記本 這樣既有筆記本的商品上面加上一個空白的貼紙 白色的貼紙 那這個白色的貼紙呢 它可以說是修正液就是立可白 也可以說是便利貼 也可以說是書籤 就是貼紙的這樣的創意 那怎麼樣 完成這樣這麼重多的東西 在這本本 筆記本裡面呢 它有個故事喔 就是 設計師認為 立可白它是一個很危害地球 很危害身體的一個 一個物品 一個文具 好 那 透過左圖可以看到就是說 當寫桌子的時候 我們原本都要用立可白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次的商品 不用用立可白了 我們用筆記本上面的一個空白的一個白色的貼紙 我們把它撕下來貼在寫桌的東西上面 這樣子 就可以省去用立可白的這個過程 而且 既對身體又是健康又安全 比較不會維護地球的大自然污染 那這樣子的東西很天馬行空一開始在談 我們就認為說 喔 用白色的貼紙取代立可白 這樣子的穿越還不錯 因為 它降低的使用立可白的這個過程 因為立可白對身體不好嘛 所以說它透過這個方式 這個穿越來有效降低立可白的使用 OK 那同學 它上面的白色貼紙 除了是可以取代立可白的這個創意之外 它還可以做什麼 當然我剛開始有提過 它可以是一個便利貼 可以在上面留言寄出便利貼 也或者是一個您的書本上面可以當作註解的一個書籤 那不只是單在內頁裡面 它的外面的封面也可以當作貼紙去撕開 那這樣的東西就是一個非常天馬行空的創意 而且是沒有被任何方式給侷限住 重點是它關懷大自然也關懷我們的身體 雖然說它有一些地方要執行的層面比較沒有辦法這麼的好執行 可能在價格方面 有可能在書本的這樣子每一頁上面都有白色的貼紙的話 會不會太厚也會不會太重 所以因為這樣的問題的話 導致很多原因我們必須慢慢的克服 但是在克服之前 它絕對是一個不侷限且天馬行空的發想的一個不錯的創意 因為它可以是便利貼可以取代立可法也就是修正液也可以當作是個書籤 這樣的創意是絕對對於在使用上是很正面的 所以這樣子不受局限且天馬行空的發想 先不要被任何的一些很實際面的方式給鎖住的話 我們認為它就是一個很棒很棒的一個創意的一個發想 好那同學來看一下這張影片 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個案例 這個案例它是一個燈罩 一個吊燈的燈罩 但是它燈罩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是運用了可回收的發泡材質來當作包裝 而這個可回收的發泡材質 它既是包裝呢 也同時是它產品本身的燈罩 透過它是既是包裝 又是燈罩這個設計 來有效的降低過度使用包裝的這個過程 來降低它的汙染量 也就是說這樣子 既是包裝又是燈罩的這個設計 可以說是一個Green Design 一個綠色設計的一個操作方式 因為這樣子可以不斷的 可以減少包裝使用量 也可以產生出吸能見度跟差異性 那這樣子也是屬於一個天馬行空的發想 也且是在不侷限任何材質特性跟材質的運用 跟現實層面的問題所產生出來的一個創意 因為它透過這個發泡材質 直接原本像一個火山造型的包裝材 但是它買回去之後 燈泡就在裡面 它除了可以保護燈球之外 燈泡拿出來了 它的這個包裝的燈盒 往外一凹 就跟這邊有一個圖一樣 燈罩下面這個示意圖一樣 往外一凹 它就變成一個圓盤狀的燈罩 然後再把燈泡固定在上面 把這個燈罩輕輕的靠在這個燈罩上 它本身材質就很輕 那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就會變成一個很時尚的燈罩 然後它上面還可以留言 留言就是 我一個禮拜有七天 這個燈罩上面有七個區塊 你就可以每一個區塊 就是可以當作是你的留言器使用 當你洞越戳越多呢 也不用擔心被破壞掉 因為這樣子我們透過逆向思考的方式 把被破壞的這個洞 很多孔洞有沒有 當作是它的燈罩的一個美感 左半部的圖亮起來就非常的唯美 就像夜空一樣 非常漂亮 所以透過這樣子 Thema形容的想像 而不侷限的話 我們就可以產生出 無限想像的一個創意 以及創意的發想 好各位同學們來看看第三個案例 第三個案例 同學們應該看得很容易懂 它是一個酒箱 有去過大賣場買過啤酒瓶的 都知道它會一個酒箱 黃色的酒箱 去當作一個 讓你好提息的一個 包裝盒 然後 這個包裝盒通常都長得醜醜的 黃色的嘛 可是我覺得 這樣的東西其實也可以透過一些創意 去讓它 可以產生出一些不錯的一個想法 跟使用的方式 設計師就是把這樣的酒箱 透過了EBA這樣發炮材質去設計 然後這個設計 這個發炮材質上面又可以 防滑防摔 所以酒瓶夾進去的時候 會固定的很緊 緊配齁 好那你喝完酒之後 這些東西 像你都把它用光了 裡面的酒啊 料理明酒 或者是喝的酒 什麼的都弄光了 都喝光了之後呢 酒瓶不要丟 我們把它反過來 就可以當作是一個 兒童式的一個小座椅 而且非常color 非常的可愛 而這樣子也可以達到一個回收再利用的一個過程 充分的也是運用天馬行空的一個想像 加上不侷限 我們不設限它的怎麼樣 例如它移角 我們偏偏用酒瓶 我們不侷限不設限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產生出一個不錯的一個創意想法 透過一個發炮材質的本身的防滑防摔特性 把它變成是一個 反過來之後把它變成是一個 可以做的一個很可愛的小座椅 充分達到回收再利用的這個過程